闭裂 暑假DIY組裝超大食用玩具 超無敵中的芭蕉上來 就生收配男子電架 親子一起動手組裝書桌配件 加強手眼協調及空間感 老師這個可以訓練 这个可以训练你的耐心 将抱你的心 Dest Made人学院居家线上学习组 适合儿童青少年发育阶段 喜欢这个桌子椅子吗 喜欢 每一笔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丝团 还有追踪我们的IG 嗨 大家好 我是迷迷 我是Justin 我是Angela 我是CK 他是Roy Roy 刚睡醒而已 暑假呢不只是很多夏令营要安排 然后妈妈辛苦了 但是呢你知道吗 小朋友呢到了国小的阶段呢 开始父母亲最担心 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 知道吗 是什么 是敞告 除了说均衡营养之外呢 还要有充足的运动 对不对 像你有什么跑步嘛 那你有 医生是不是说要怎么样 跳伸 跳伸三千下 三千下 三千下 跳伸三千下 我们今天呢 来到这个人学院 Best Man 很厉害的 来我们进去瞧瞧看到底是什么 Go 走吧 走 大家好 大家好 这里是宇宇 这里是宇宇 哈啰 这里是宇宇 带你们 好 好 这边是一对一预约的路 对 我们这次预约邮闲事 那都会有专员帮你做产品的解说介绍 那跟你们讲一下就是 这边啊 我们有两个展示 就是像一般办公 或是家里居家办公使用的 这边有产生降桌 或是人体供权仪 哦 看起来好厉害哦 对啊 因为现在都办公时间很长 所以还蛮不动的 躲着跟站姿 脚踢使用的 没错 哇 这边的话呢 就是像我们办公桌 可能会有筋膜比较酸痛的状况 那其实做一个放松之后呢 也对我们坐姿有帮助 筋膜墙有好多种哦 好 那这边的话像我们的荧幕啊 通常就是很太低了 像我们比辨的 它的荧幕会太低了 它的角度会旋转 就会变低头组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这边有出像 营幕架 像是有布子的 塑胶的或是上铝盒金的都有 我们这个营幕营幕架之前 就是还蛮热卖 它还有就是到外销到日本 像腰靠啊 或是椅垫这些 腰靠外销 也是扶着我们坐姿正确的东西 这边都是我们的儿童展间 哦 那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儿童成长书桌椅 这边有电动的 那这边有手摇式的 我们这边啊 就是最近很热门的儿童居家 现场学习主书 对 现场学习 对 因为最近很热门嘛 就是说要先上园居教学什么的 对 小小的也没有太大 它就是大概一平的空间就可以放了 所以很适合我们现在就是 比较小资的家庭啊 除了空间比较有限的时候 对 都可以放下去 它是只有60x80的大小 它是很够 你看像我们放书啊 换文具都还蛮够小朋友使用的 那它是气压的升降桌 气压的升降桌 对 这个是国小组的 它的升降高度是52公分到72公分 哦 我们来看一下 它很简单 现在这是52公分 现在是最低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 那移动的时候很简单 我们压着旁边这个侧钮 压着之后呢 你可以一只脚稍微踩一下它的脚架 然后左手 对 左手放在我们桌子的中间 往上拉一下 对 就上来了 很简单欸 对 我觉得小朋友自己也会 对 那小朋友有的可以自己操作 如果对小朋友来说比较重的时候 我们大人还是在旁边辅助一下 比较安全 旁边倒角了也不错 就不用怕 就反过转了 对 就是安全也是很重要的 它的配件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荧幕支架 荧幕支架 对 它现在搭的是笔电托盘组 那我们在小朋友看书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往前后拉 哦 它可以一边看书 好神奇哦 对 很方便 那现在有那个啊 研距教学对不对 研距教学 看平板跟老师上课 这边我们就可以把平板这样子放上去 嗯嗯嗯 这边可以拉开来 哦 拉开来就是 要用电脑也是可以对不对 也可以放笔电 哦 因为它可以 调脚步吗 因为它这边有仰头脚 哦 对 所以你看书的时候啊 可能要用力一点 这样子看年龄比较平次 对 就不会低头了 没有错 我们就可以根据小朋友的身高 跟他使用的设备 去帮他做调整 哦 对 它这边啊 我们可以调高低的地方 这根板杆把它打开 那你就可以上下一栋 所以不怕说它长高了怎么办 对 或者是他想要运动 站起来的时候 对 欸 方便哦 而且啊 就是这边 右转右转都很方便 这个手臂啊 都可以再锁短 所以你可以把它这样子 锁进去一点 哦 也可以 对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可以走线 譬如说你的平板上充电 你就可以线从这边穿过去 哦 那我看 配件还有什么 抽屉 有抽屉耶 对 就是小朋友文具比较多 都可以收纳在这里面 这可以承重10公斤哦 10公斤 对 而且它是夹式的 如果不用的时候 可以再把它拿 也可以取下来 对 哦 还有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收纳挂钩组 可以放饮料或是放文具 嗯 那下面有个小挂钩 你可以放耳机之类的 耳机 对 哦 那这是什么 这个是延长线夹具 像我们有时候要充平板之类的 哦 对啊 对 那个插座在哪里呢 对 很远对不对 对 你就可以放在这里 哦 这是很乱 这是伸缩的 是什么 这是我们KINEO的 亲子共毒夹灯 它是夹式的 所以你可以不受限夹在你要的地方 嗯 然后再来它比较特别的是呢 它是两个分开控制的 所以可以呢 把它打开 诶 还想起我第一次看到耶 你有看过灯可以这样子吗 有没有灯可以这样子 生缩自如 诶 亲子共毒就是 小孩也有灯光 妈妈也有灯光 就是一起保护眼睛 没有错 然后这触控式的对不对 对 它是吗 它有三段 有三段式的 这样可以分开调节的 诶 这好酷哦 这一定叫的啊 对啊 超棒的 对 然后那个轮子也是可以固定 对不对 对 我们这是外向脚轮 所以呢 你可以方便推动到各个空间 刹车解开之后 你可以推推快 它就会很轻松就可以移动的 真的耶 其实是很轻耶 真的 很方便 好轻巧哦 所以想要移去哪边都可以 对 诶 我觉得很方便 真的是好酷哦 真的 然后这是金属的对不对 对 耐彩 不是像塑胶一下或木头断掉了 对 那整座可以耐重10公斤而已 诶 还有小朋友的成长也很厉害 对不对 因为小朋友他们发育的时候脊椎骨很重要 对 如果说我坐对椅子长大比较不容易说脊椎侧弯 脊椎不舒服 身体的健康而已 对 因为像我们大人都已经做人体工学医了 那小朋友更要注重他的坐姿正确 对 这张椅子看起来好厉害哦 这个是康普乐品牌的成长椅 那它呢是有这个旋钮式的去调整 像这边啊 这个旋钮旋开就可以调座椅高度 那这边也是旋钮旋开就可以调一倍的高度 哦 对 那就是它可以从 那可以坐到几公分啊 那其实坐在180公分的没问题 哇塞 是非常好的投资耶 诶 但是从什么时候就可以开始做 呃其实像现在身高都可以了 大概110公分以上都可以做了 这边的话 它这个泡棉是用亨石麦可多性发泡的泡棉 这种泡棉的好处是不容易闷热 对 这很重要 夏天很闷热 有时候坐很久就就哦 屁股快烧起来了 真的 小朋友要坐得住很重要 对啊 它要舒服 对而且这里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它是马鞍型的坐垫 所以呢你摸摸看 它这边是中间凸起来 有耶 腕部是凹下去的 真的 所以等一下英俊安妮自己坐坐看 马鞍你坐坐看 你坐的时候呢 其实小朋友是不容易往前滑动的 哦也不会往前 就是滑下来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臀部的地方会比较舒适 然后这很神奇耶 这个是一个叫Ultra Back的材质 它是用在像航太的材料 所以像眼镜镜框之间不是很流行 对 对 这个的话呢它就是 这边有一个钮 我们凹着 可以往上滑动 那这里会变凸 感觉好像抱枕喔 对好像抱枕帮你撑住 腰靠 对 腰靠 腰靠 所以你坐上去的时候 对下背支撑性会很好 而且它透气耶 对 那如果你放松就可以 让小朋友休息的时候 可以稍微躺一下 对 好神奇喔 这已经太厉害了 然后还有一个很厉害就是 如果它长高之后 对 有可能它的大腿会变长 对 那我们这边这个板杆往前搬 这边的坐身就可以调整 好神奇喔 对啊 然后我们小朋友在坐的时候 就注意它的两个90度 坐着的时候膝盖是90度 那手肘放在桌面上也是90度 所以就可以去常常微调它的高度 而且有一个爸爸妈妈很注重的是 轮子的部分 对啊 会不会滑来滑去小朋友 当作玩具在玩 对 赛车在玩 对 赛车 没错 这边是有刹车轮的 所以它这个啊 你刹下去之后 它就可以坐上去 固定 钻心写作业就不会移动 不会乱跑 对 才不会真的把它当赛车在玩 对 哇 这个好厉害喔 还有另外一张很厉害的椅子 那一张是威儿的儿童乳胶成长椅 这个材质是乳胶做面 会比较有弹气喔 也不容易变形 乳胶耶 看起来有高级喔 对 乳胶 没错 啊也是防蛮 那这张很特别的是它的背啊 它是往部的 很透气 而且特别有个腰车 把它拖住下背 对 脊椎才不会空空的 腰在那边 这张躺起来很舒适喔 哦 这也是耶 看起来很透气 对 很透气 然后这个扶手啊 一般我们小朋友用的时候 先收起来 避免它做侧坐 久了也是会脊椎侧腕 等到长大一点 14岁以上发育好了 再把它 然后前面坐 对 那这边有脚踏盘 很棒 如果说身高还不够的时候 我们的脚啊 要完全着地 如果碰不到就可以踩在脚踏盘上面 这真的很重要耶 对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的脚都是悬空的 那只好去弄一个小板凳 小椅子在那边踩 然后又很硬的 真的 然后这样椅子这样子内建式的小踏板 对 没有错 其实如果不用了也可以踩掉的 这边有个身高刻度表 所以呢 可以看一下下下 他的身高是140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 所以椅背先用旋钮调整 可以上下调 那我们就把它调到140 妈妈 那椅座的地方也是一样 它是弹扣式的 那我们就可以呢 旋开之后 两只脚跪在这个 底座上面 然后稍微呢 往上下拉 之后再管起来 我知道 跟很多那种健身器材一样 也是这样子调整的 哇 它可以用到180公分耶 对 所以呢 在国中高中都可以再使用 又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对 好 来Jazzle来坐坐看 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之前这边都会直接这样子 就会空着 对不对 悬空 然后这个是直接有支撑 它比较有支撑性 哦 真的耶 哦那它这个轮子就不能固定了 对不对 它是坐定轮 所以Jazzle有沒有發現 坐着的时候 是不能动的 我第一次听到耶 我孤肉寡文 妈妈孤肉寡文 我不知道 最近都是这种设定 还蛮特別的 啊你站起来你就很好摟 所以想要把它当赛车就 嗯 坐在上面 没怕赛车 那清洗也很方便嘛 清洗的话它这边是可拆式的布套哦 所以你可以拆下来直洗这个布套表面 然后里面那个就不用再特别清洗了 了解 这是要另外加够对不对 哦 它这个是有赠送给你 内建内建的 哦好棒哦 更多儿童成长系列 可直接至门式预约体验 我们到家里了 桌子椅子 我都组装完了 现在呢 就剩下配件 来留给Justin 和Angela 对 我让他们来试试看 组装配件 我已经先组装好一套在旁边了 有自己先摸索过 那我觉得小朋友 因为他们已经是小学 呃 你是 五年级 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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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型的组装玩具 真的也可以让小朋友来试试看 好话不多说 你要接受挑战吗 好啊 现在我们让小朋友来试着组装 有几个配件 来 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小贴是DIY组装超大使用玩具课程 训练手眼协调 手部肌肉 空间感 物理机械原理 提升耐心与专注力 不是哦 它是它的硬件 好 先不要动作那么大 不行 速了吧 按 这个步骤 把这个 这个孔 有四个孔这边 对 然后插入下面的这个四个孔 哦 真的耶 开始体验超大组装玩具 完成超开心 完成一半也很骄傲 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 这是大魔王超级 过一番的混乱 桌上有六个配件 就这样 不慌不忙不急不虚 一个小时吧 应该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就把它完成了 那最难的是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指甲 电脑 iPad架最难 它不是最难 它应该是最重 对它最重 我觉得最难的它就是 这个抽屉 抽屉难是不是 对 因为有一些细节 要注意对不对 对的 那你觉得 说明书 蛮容易的 它中间的过程有没有出错 有很多支 这个可以训练什么 这个可以训练你的耐心 一直好做吗 好做吗 当然好做 后面就是 不用那种靠的 它就是 可以直接躺下来 是 可以站起来 然后它这边好像是这样 拉上来 对的 好玩吗 好玩咯 不难 不难咯 很简单单咯 很简单咯 好玩咯 妹妹如果不会的话 你会愿意帮忙吗 看我的心情 诶 同心结力 好不好 其力断金 知道吗 什么意思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团结力量大 所以可以互相帮忙 对啊 对 你个人干不起 一个大桌 这个是比较大 比较重 比较大比较重 其实是指的是这个吧 对价 电脑 电脑比电价 嗯哼 它真的是比较重 我觉得抽屉比较难 因为混浪混浪混浪 要 要盯上面 还是盯下面 你是要看说明书齁 对啊 你觉得做完这些 有学到什么 嗯 嗯 求救的能力 哈哈 不是喔 不是喔 不是放iPad 这是放书的 把它放到去 没错 它可以放故事书 也可以放iPad 吃个塔套 你觉得吃到什么 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 要吃 你要打吗 有 我学会了 欸 搗蛋鬼 别搗蛋 搗蛋鬼 别搗蛋 这边中间是关起来 旁边是不是打开 也是打开 好 我们这边整体做个总结 桌子跟椅子呢 都是由我自己一个人组装的 刚开始看到包装这么大 有点害怕 但实际上组装了 发现蛮简单的耶 最后我想让孩子了解 天下无难事 下一句是什么 Cloud 你